第十二題它說 若方程式5x平方-6xy加5y平方-4x-4y加k 等於它如果圖形是一點 那k只為何?那坐標為何? 那坐標的話那一點的話 因為是橢圓退右嘛 所以那一點是橢圓的中心點 所以那一點要怎麼求? 那一點你就用這個球按 我們知道有心曲線的方程是怎麼求? 你就用這個等於0 等於0 果然有沒有退化? 它都是中心點 這算是中心點 退化就縮成一點 那一點還是中心點 所以是帶這個公式嘛 好 那這個公式的話這等多少? 這是run 這是partial partial f partial x 就是那個平微溫碼 所以那個微激溫很好用對不對 你們那個 那個 考上大學以後的話 那個要三微激溫的話 那老師可以給你們算 會比較便宜 我們三微激溫一個月收一千塊就好 而且內容的話 保證呢 比高中的時候 可以這樣多 只是這樣 我不用考試的話呢 所以我們就收比較便宜一點 好 品質保證的 我跟你講 10x 對 partial x 那10x 啊 x x x y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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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除以2 5H好了 用H 減掉多少呢 3K等於2 這是-3H加5K也是等於2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代公式H等到什麼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25減9 16 2分之這個減這個 這個是10 減掉負6就加6 就16 等於1 那K呢 K就等於3K等於5H 5H-2等於3 所以K等於1 所以就是 那個歐點 就等於HK是11 所以那一點就是1 那一點就是1 再來他問K是多少 那你就用判倍式 你就用判倍式等於0 它判倍式的話 大判倍式 大判倍式 要等於0 5-3 5-3 這5 那這到底呢 這是-2 這個是-2 這也是-2 4-2 5-2 m-2 那這個要怎麼辦呢 乘以那個的話 這個不好乘 我們就用鑽的 這樣鑽這樣鑽 25K 加上這個 這是減掉 32 有兩個 所以是減24 再來減這個 減到多少 這個是 54 多少 20 再減這個 這個 也是50 20 都對稱了 再來多少 沒有 這一個 這一個 再來減到這個 減到這個 減到這個 加上399K 這等於0 是這樣子 那我25K減掉9K 16K 這24 這40 24加40 64 等於64 4 所以應該是4 所以K 可能是4 對吧 有問題 有問題吧 是 如果 油 是 用